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那個智能餵食機 我自己買了耐雪這個新的牌子 其實市面上Packet就應該比較出名 最多人買就是這一部Packet Fresh Element 我自己買的那部就是這一部耐雪出的 其實它現在正在做減價 它480元 我覺得也蠻大玩的 我選擇它的原因其實就是它那個出口位很大 也適合多貓的家庭 它不論當中凍乾 風乾涼那些都可以放進去 但是如果你說好像Stella & Chewy那些 就放不到 因為真的太大了 好 那我們先看看它的頁面 好 那我們進到Apps的版面 那我們試一下按Schedule Schedule裡面我們看到它是24小時的 那也可以customize那個份量 一杯兩杯去到20杯都可以 那我通常就兩杯 那它repeat那裡好像我們教鬧鐘那樣 可以選星期一至五啊 或者一次啊 或者每日啊 星期六日都可以的 那我即時餵量呢 也都是可以自己選擇 餵多少杯 那它出量的情況其實就是這樣 它們其實開頭用呢 有點嚇傷的 但是很快呢 現在已經當了這部機是主人 那其實我覺得這部機都挺方便的 那還有呢 它裡面其實是有一個防潮包啦 這個防潮包呢 其實你30天就要換一次的 那整體呢 我對這部機其實都挺滿意的 那以上呢 就純粹分享啦 就是給大家做個參考這樣 那如果大家都有用這部機 又或者有其他好用的機呢 就方便在下面留言啦 可以推介給我們其他貓友的 那今次分享呢 就是這麼多啦 那多謝收看